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暴9400多人感染 累计60.3万多人染疫 法国13号新增超过1万人确诊 创下新高记录 16号再增7000多人 全国累计超过39万5000人 德国15号创4个多月以来新高 1900多人 最新再通报1600多人 累计确诊数超过26.4万例 接着看向全球疫情最严重的美国 已经连续4天新增不高于4万人 最新回落到36000多人 全美累计超过678万人感染新冠病毒 回到亚洲 NHK统计显示日本近期增幅波动 16号再增532人 染疫人数超过7.7万人 南韩3号以来新增确诊数 都在200人以下 最新通报113人 总数达2.2万 中国5号以来日增不超过20人 最新再添12例 累计突破8万5000人 印度疫情节节攀升 12号才以9.7万多例创下历史新高 最新再增加9.1万 累计突破500万例 新加坡13号以来都不超过50例 最新再添34人染疫 累计5.7万多人感染 印尼是东南亚 染疫死亡人数最多的国家 9号后确诊数增速超过3000人 16号再增3500多人 累计确诊已经超过22.5万人 10号再增4500万人